各位射手座的朋友,大家声乐进步 对,我们现在很多的香港人我们已经不讲快乐了 因为快乐听上去就好像就是很快乐下去 就那个叫头不好嘛 所以声乐进步 对,那今次的那个射手座信乐发生在我们自己的宫里面 那塔罗派说,跟我们说了两个事情 第一个是呢,就是我们会比较不是太想跟人家去交流 不是太想见朋友 第二个呢,就是说呢,我们会比较恐惧去做一些决定 那其实听上去很矛盾,对吧 因为毕竟是我们的生日嘛 所以我们就会有很多的朋友去跟我们去约会,对不对 还有就是,其实射手座也是比较出名很多朋友 但是其实我要说呢,其实射手座并不是真的很多很多的朋友 如果要说很多很多的那些我们叫Hi by friend 就是say hi,say bye bye那些泛泛之交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狮子座,水瓶座还有天平座也挺多的 对,但是呢,我起码可以跟你们说 就是射手座是比较多知心好友 就是我们真的是知己 因为比如说,狮子座吧,或者是水瓶座 就是方星星座吧,狮子座我不管 但是水瓶座还有天平座,他们就是见了很多朋友 他们可以随便去外面逛也见了很多朋友 但是有多少个是真正知道他们内心的想法呢,不是太多 但是射手座,如果跟你做了很久的朋友 你真的会知道他很多很多的事情 对,所以我们比较多知心好友 但是就是听上去很矛盾 为什么莫陶罗说,哎呀,我们不想见朋友呢? 因为毕竟是我们的圣月嘛 所以人家要跟我们去清足 为什么我们说不呢? 还有就是有什么的那些机会 我们会恐惧去做决定呢? 好,其实听上 就是如果我从那个真心的角度去看的话 其实不一定太,不是太奇怪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毕竟这个是一个信约 一个new moon 就是大家知道女性有月经,对吧? 英文叫就是menses,还有menstruation 那在古代的话,有时候女性月经来的时候 如果她们是处女的话,她们会不会见人 OK? 然后久而久之,有时候信约的话 以前的某些人,她们也会有一些习俗 杂俗 tradition OK? 她们就是习惯了 就是有一些人也是不会见人的 为什么呢? 因为信约就是给我们一个新的机会 它要我们去反思 要我们去冷静 我们够紧要怎么样好好善用这一个机会 对了 所以,其实是一个给你去 就是有一点自己的空间的一个机会 所以如果就是从真心的角度来看的话 为什么我们会不想见人呢? 其实这个是可以解释的 但是呢,我现在要跟大家去看那个信像 构景 构景,对 究竟 究竟塔罗给我们的两个信实 两个messages 构景我们可以从那个天上的星星去 怎么去解释呢? 怎么去interpret呢? OK? 第一个就是日月同工,但是无相 所以就即管有一些新的机会 但它的吸引力不是很大 第二就是我们的守护星 我们的木星入庙 它的那个能量非常之强 但是同时它也是三分那个 在金牛座逆行的天王星 但是,但是,但是呢? 但是因为它们不是同一个元素 对,因为平常的三分就是我们跟白羊嘛 但是因为那个天王星也是 还是在那个金牛座 程序是因为那个角度非常之相近 所以它勉强成了一个三分之相 所以它,它是金,它是土星 土星的星座 我们是火星的星座 所以那个元素不是一样的 所以又是我刚才说 就,就即管有一些新的机会 它的吸引力不是非常之大 好,所以我们明白了 其实这些机会 这些机会是来自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手足 手足 手足 对 我们的兄弟姐妹 我们的家人 就是如果是第一个 第一个陶罗的message 就是说,他们想跟我们去亲族啊 跟我们去见面 但是我们不是太想去见他们 如果说陶罗第二个信息呢 就是说 就是说 那些新的机会是来自于这一些人的 但是我们也是 害怕去做一些决定 去答应他们 因为我们 不是太过兴奋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把这一些东西 视自为责任 视自为一些苦差 一些commitment 我们觉得 我们觉得不是一个玩乐的 一个机会 我们反而觉得一个 是一个很辛苦的一个责任 对 还有我们继续去看 逆行的天玩性 对分了那个天蟹座 入庙 很详细的火星 对 那如果我们去推工 去看那些飞行走位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还有是因为 我们 在忙 正在忙 拍拖 谈恋爱 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你们是家长的话 可能你们在忙 小朋友的东西 第三个 如果你们是表演节的话 如果你们的工作 要你们去表演的话 你们最近在做一些表演的东西 要去台乡 就是去show off自己的东西 所以你们会比较忙 那第四呢 就是 也是刚才说了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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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管他们去见你 见我们 我们也觉得 那些不是可以 表现我们自己的机会 我们觉得我们做不了 最真实的自己 还有 可能是因为我们懒惰 最后的原因是因为 如果有一些人 他们 你们是冰王以后 你们要休息 要复原 对 所以以上 通通这些原因呢 就是 会令我们 不是太想见 见那些身边的人 还有 如果他们带给我们 一些机会的话 我们也会比较 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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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不决 对了 好 那最后呢 我想提醒大家 其实我们是有贵人的 如果是 双子水瓶 处女 做的朋友 去 约见你 去给 给我们一些机会 其实我们应该要 去答应的 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大贵人 还有一个 祭日 对 就是一个好日子 是12月 就是 西里的那个 December 12月10号 前三天 后三天 也可以 对 所以如果他们去 跟我们见面的话 如果是这些日子的话 我们也要 也要答应 还有最后 我就是说嘛 有些新的机会 可能是来自他们的 但是我们会害怕 去做决定 那如果你真的想决定 真的 真的想开始 去做那些东西的话 也可以在 12月10号 前三天 后三天 去做 那这一件事情 就会 做得比较顺利 咯 咯 谢谢大家